查歇中文第26集 孔子的一生 上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Tea Time Chinese 查歇中文 我是Nathan 前两天在YouTube上 有一位听众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的朋友告诉我 说你有台湾口音 你来自哪里呢? 谢谢你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也让我很吃惊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 我有台湾口音 一直听播客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来自上海 在播客里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很多上海的东西 比如说 在第四集 我介绍了 在上海 我最喜欢的三个地方 在第十五集 我介绍了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在第二十一集 我介绍了 上海话 只是在第四集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发生在台湾的新闻 如果你听了 如果你听了第四集 第十五集 和第二十一集 你就会相信 我是一个真的上海人 既然我是一个上海人 那么我有上海话的口音吗 我觉得没有 很多身边的朋友 也说我没有口音 在大学里 我有广东的朋友 他们说话的时候 有广东话口音 我有北京的朋友 他们说话的时候 有北京的口音 我呢 是上海人 但是 我没有上海话的口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在学校里 老师们的普通话 都很好吧 虽然我也会说上海话 但是 在播客里 我会一直和大家说 普通话 可能以后 我会开始一个新的播客 叫 茶些上海话 但是现在 我们还是一起说普通话吧 今天的节目 有一点点特别 因为 我们会开始聊一个 中国的历史人物 什么是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就是一个以前的人 一个已经去世了的人 你知道什么历史人物 你可能知道 你可能知道 毛泽东 或者孙子 或者孔子 你知道孔子吗 对 我们会在这次和下次的节目里 我们会一起聊聊 孔子 我们会一起看看 孔子是谁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了什么话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一个叫孔秋的人出生了 有很多小的国家 有很多小的国家 人们用汉字 说汉语 但是 那个时候 他们还不是中国人 孔子是鲁国人 鲁国 在今天中国的山东省 孔子的父亲 那个时候 已经七十二岁了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有一个七十二岁的父亲 我不可以想象 孔子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他和母亲一起生活 非常辛苦 孔秋十七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这个时候 孔秋需要一个人自己生活 他先是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工作 然后开始当老师 那个时候 他还不太有名 所以学生很少 那一年 他二十三岁 虽然孔秋成为了老师 但是 他还很年轻 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幸运的是 他认识了很多 很好的老师 他和老师们一起学习 用现在的话说 他学习了哲学 philosophy 音乐 政治 等等等等 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三人行 必有我施烟 意思是说 三个人里面 一定有我的老师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师 很快 孔秋这个老师越来越有名 孔秋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一般的老师都是在学校里工作 如果你想去学校学习 你需要给老师很多钱 但是和孔秋学习不一样 因为孔秋没有学校 他也不要钱 如果你想和他学习 你只需要每天跟着他 你们一边旅游 一边学习 如果你有问题 你就问孔秋 他会回答你 你可以看见老师是怎样说话的 老师是怎样生活的 越来越多的学生 想要和孔秋一起学习 他们都非常尊敬孔秋 所以叫他孔子 在中国我们有老子 孙子 孟子等等 人们尊敬这些人 所以叫他们什么什么子 孔子 孔子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 很多学生 每天和他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但是孔子不仅仅想当老师 而且想给政府工作 你还记得 孔子是鲁国人 所以他想在鲁国的政府工作 帮助鲁国 在孔子五十岁的时候 他找到了一个政府的工作 在那里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政府里的人不太喜欢孔子 所以对孔子说 我们不太需要你 你和你的学生走吧 五十五岁的时候 孔子和十几个学生 离开了鲁国 去别的国家 他们去了卫国 孔子想在卫国的政府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 卫国人很欢迎孔子 但是因为孔子是鲁国人 所以卫国人担心 孔子在偷偷地帮助鲁国 所以后来卫国人 也请他离开了 孔子离开了卫国 去了陈国 然后去了晋国 曹国 宋国 很可惜的是 这些国家都不欢迎孔子 有的人甚至想杀死孔子 所以孔子和他的学生 一直走一直走 他一直想给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要他 最后在六十八岁的时候 孔子回到了鲁国 鲁国人都欢迎孔子 孔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鲁国 虽然孔子还是想给政府工作 但是政府还是不太喜欢孔子 他们给了孔子一个很小的工作 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作 大部分时间 孔子还是像以前一样 每天教学生 每天看书 公元前479年 孔子在他的老家鲁国去世 这一年 孔子71岁 这就是孔子的一生 他一直想在政府工作 却一直不顺利 不过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孔子一生有三千多个学生 有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了很伟大的人 关于自己的一生 关于自己的一生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我15岁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 30岁的时候明白怎样做人 40岁的时候开始明白人 50岁的时候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60岁的时候开始不在乎别人的评论 70岁的时候 70岁的时候开始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但是不会犯错 听了今天的播客 你有什么想法 关于孔子 你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 你觉得孔子 为什么一直想给政府工作 下次的播客里 我们还会继续聊孔子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有名的孔子的故事 还有他说过的话 相信听了下次的播客 你会更加了解孔子 今天的播客不简单 如果你有什么地方 没有听懂的话 你可以去 teatimechinese.com 在那里 我给大家准备了 每一集播客的原文 别忘了 如果你有学习中文的朋友 也请你把茶些中文播客 分享给他们 希望大家能一起学习中文 一起进步 那么 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是 Tea Time Chinese Produc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